这条蟒蛇的肚子里居然躺着一个农民的尸体 当天农民出门耕种后就一直没有回家 家人们着急的出门寻找 最终发现了这条肚子圆溜溜的大蟒蛇 这个小孩还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同学被蟒蛇无情吞噬 蟒蛇是温和的动物 但它发起风来的确势不可当 今天让我们来看被蛇残忍杀害的十个人 第七位 一名来自英国粒子的男子 在凌晨时分醒来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 据他说 他在自己的卧室发现一条蛇 他被房间里奇怪的声音吵醒 他睁开眼睛 用他的手机照亮漆黑的房间 就在这时 他看到蛇爬到了他的床头柜 幸运的是 这不是一条食人巨猛 而是一条玉米蛇 男子设法把蛇装进一个睡袋里 同时叫来了动物管理人员 玉米蛇不是英国本土的蛇 所以这条蛇很有可能不是动物园逃出来的 蛇后来被一个爬行动物专家收养 因为没有人前来认领他 后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探戈 第八位 爆炸的蟒蛇 蟒蛇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 由于它们非常大 它们就需要非常大的猎物 但有时它们会过于贪心 让自己难受 甚至死亡 佛罗里达州沼泽地的一条蟒蛇 在觅食的时候 遇到了一条刚刚死去的鳄鱼尸体 这条四米长的蟒蛇认为 它可以轻松吞下1.8米长的鳄鱼 但很快就证明它错了 当它吞下死亡的鳄鱼时 蛇的肚子被撑爆了 这是由于鳄鱼太大了 这说明了 人与蟒蛇一样 不能太贪心了 否则后果很严重 第七位 两次的袭击 如果你不是蛇类饲养员 和那些与危险的蛇打交道的人的话 蛇对人类的攻击还是相当罕见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条蛇的攻击 如此令人费解 而且还是两次 2014年 一条3.7米长的澳大利亚万物蟒蛇 被发现在李安家附近 李安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这条蛇被研究人员安装了一个发射机 研究人员警告李安 注意这条蛇 所以李安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他把他孩子的卧室门锁了起来 然而他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就是没有锁自己的门口 半夜醒来 他发现一条蛇紧紧的盘在他的腿上 他设法摆脱了蛇的纠缠 并且将其锁在厨房里 直到救援人员到来 第二天 蛇被带走了 然而 同一条蛇在一年后再次出现 然后袭击了家里的狗 不过狗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第六位 被蟒蛇勒死 2019年 来自印第安那州的劳拉赫斯特 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家中 一条网文蟒蛇缠绕在他的脖子上 后来进行了尸检 证实他是因为窒息而死 这条蛇就在他的脖子上 但网文蟒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嫌疑人 也为在他家里 养有多大20种不同种类的蛇 还有一百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在房子里 这所房子是他专门用来饲养蛇的 他每周都会去那里看他的宠物两次 可能是由于没有及时投喂 以屋子饥饿的爬行动物叫过连天 没有人知道120多条蛇 是如何住在这座房子里的 太吓人了 第五位 兄弟归系 宠物店总是吸引着孩子们 小孩子喜欢宠物 这就是诺亚兄弟的感受 因为他们住在一个爬行动物馆附近 这家位于辛布朗斯维克的宠物店的主人叫基恩 这两兄弟以及其他邻居的孩子 经常光顾这家店 里面有很多动物 其中包括一条四米长的非洲眼蟒 非洲眼蟒是一种非法的饲养宠物 有一天 这条蛇逃出了他的店 进入了兄弟俩的房间里 当时他们正在睡觉 但后来 这两个男孩被发现被蛇袭击而亡 第四位 恐怖目击 在巨大的蛇体内发现一个人已经够恐怖了 但亲眼看到一条蛇吞下一个人 而这个人是一个朋友 这肯定让你无法忘怀 2002年 在南非德班附近 一条六米长的非洲眼蟒袭击了一个十岁的小学生 并在他的朋友面前把他吃掉了 惊恐的孩子们躲在树上 并目睹了整个可怕的过程 他们都被吓蒙了 在树上待了三四个小时 一动不敢动 直到他们看到蛇溜走后 他们才把警方和蛇类钻家叫来 但蛇已经失去了踪迹 一个男孩说 他目睹了蛇把同学缠绕起来 越来越紧 当他一动不动时 蛇就在他们面前把同学吞进了肚里 这是非洲眼蟒攻击和吞噬人类的第一例记录 至今也没有找到蛇与男孩的事故 你小时候养过什么宠物 小扎克的父母给了他一条六米长的蟒蛇 名叫乔治 蟒蛇与扎克形影不理 他的父母非常自信地认为 乔治不会做任何伤害儿子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 悲剧发生了 父亲带着他们的其他孩子出了门 而母亲正在粉刷书房 扎克和往常一样 在乔治的围栏里完全无人看管 不久母亲出去买东西了 当他回来的时候 没有听到小扎克在玩耍的声音 他决定到围栏里去看看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他生命中最惨痛的一幕 他的儿子被他自己的蛇杀死并吃掉了 第一位 被蛇吞噬的女人 就在阿克巴事件的一年多以前 另一个人被一条巨大的网纹蟒蛇吃掉了 这一次是一位54岁的妇女 瓦蒂巴在去他的菜园后就失踪了 他的邻居们疯狂地寻找他 他的砍刀和凉鞋在他失踪一天后被发现 但在距离他一百多米的地方 村民们还发现了一条7米长的蟒蛇 他的肚子已经被撑得长大 村民们认为是这条蛇吃掉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村民们立即将蛇杀死 并将蛇的尸体拖回村里 抛开他后 果然在蛇肚子里发现了完全完整的瓦蒂巴的尸体 这些蛇有没有吓到你 你七眼见过蟒蛇不识吗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我是所长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